大家好,我是阿柴 我的这台老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MacBook Pro 升级到最新的操作系统Big Sur 用了五天做个小总结 说说感受,好坏都说 先说说大家关心的 关于慢,卡顿和掉针的问题 自从装好了这个Big Sur系统之后 发现操作很慢,很卡 比如这个程序屋 下面这个程序屋 滑动会卡顿 现在不卡顿了 还有就是拖放窗口 拖放窗口也会卡顿 会掉针 还有就是最小化的神奇效果 不但卡顿还会丢针 另外电脑也卡的不行 感觉很慢 估计很多小白同学 还不知道这些动画 因为这些动画默认是关闭的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点右键 进入程序屋的偏好设置 在这会有一个放大 在这个位置最小化窗口使用神奇效果 神奇效果就是这个效果 这个放大就是图标放大 开始我以为是电脑硬件跟不上了 我的这台笔记本是 Bixler系统支持列表里边的那个最后一个 是2013年末的13寸的版本 但后来我发现了这个卡顿的原因 是我这只罗技G502鼠标导致的 如果使用笔记本自带的触控板 这些交互动画是四般顺滑 请看我之前发过的对比视频 我平时用这台MVP 都是外接显示器 外接鼠标键盘 还有外支声卡 后来用了触控板才发现是鼠标导致的卡顿 后来我在国外网站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那位用户他用的是雷蛇游戏鼠标 用的也是13寸的MacBook Pro 发现的问题是一样的 另外蓝牙和无线鼠标没有这个问题 也不是所有的MVP都有这个问题 速度比较快的苹果本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我估计是Bixer系统的bug 只能等待官方修复了 后来经过了两三天的使用 这台电脑的速度开始变流畅了 苹果的系统和安卓手机一样 每次操作系统大半分更新 在更新之后 头两天都会感觉到特别耗电 也会卡顿 过两天就好了 变正常了 但是鼠标导致的这个滑动卡顿慢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 就在慢慢等待苹果官方修复这个bug的时候 我解决了这个卡顿问题 非常感谢网友提供的信息 其实导致这个卡顿问题的关键点 是鼠标的回报率设置 我默认设置的是1000 改成500就好了 这个鼠标回报率又叫鼠标刷新率 它可以设置成1000赫兹 500赫兹 250赫兹和125赫兹 这个回报率是鼠标与电脑之间的传输频率 它不是DPI 回报率这个参数对游戏玩家很重要 比如500赫兹相当于2毫秒 普通的办公鼠标是125赫兹或者是250赫兹 那个125赫兹相当于是8毫秒 刷新率越高 对电脑配置的要求越高 因为它会占用更多的CPU资源 所以老电脑CPU慢才会导致卡顿 虽然我不怎么玩游戏 但我还在用有线的游戏鼠标 甚至还设置成了1000赫兹 这个设置以前没什么问题 没想到在比克斯尔系统下翻车了 果断设置成500赫兹 之前说的那些卡顿慢掉针的问题全部解决了 DPI设置的是1600 那么为什么没有设置成250赫兹呢 是因为这个鼠标它还在Windows 10系统上使用 如果设置成250赫兹 鼠标指针在移动的时候会变得不顺滑 另外设置成250赫兹时 比克斯尔系统下和500赫兹的区别不大 都挺顺滑的 但都没有笔记本自带的那个触控板顺滑 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小测试 左侧是一个监控功耗和频率的小软件 右侧拖放窗口 反复的拖拽窗口 看看它的功耗怎么样 用触控板拖放窗口 长时间拖放窗口 它的功耗是20到25瓦之间 然后再测试一下 用触控板在程序屋上来回的滑动图标 它的功耗是15瓦到20瓦之间 然后再换用鼠标测试 用鼠标反复的拖拽窗口 它的功耗是20瓦出头 和触控板差不多 然后再测试一下用触标 在程序屋上来回的滑动 它的功耗也是在15瓦到20瓦之间 和触控板差不多 我没想到的是 拖放窗口会这么占用CPU资源 主要问题解决了 接下来再分享一下升级到Bixer之后的其他问题和感受 第一个是应用软件的兼容性 首先Windows虚拟机PD不能用了 其实我很久都不用PD了 PD的Windows时只剩下一个网银 还有一个小插件 需要的时候我会用台式机来解决 速度比虚拟机要快得多 最近我还把QQ和ForSmile升级了 另外还有这个IINA和谷歌浏览器 其他软件还在等待更新 比如我经常用的一个叫反转滚动的小软件 这个软件在Bixer系统上容易崩溃 这个软件的开发者在他们官网上说正在修复中 尽快发布 其实很多软件不更新也可以在Bixer下使用 比如我的主力软件ScreenFollow9 这个软件的开发商在他们官网上说 现在这个版本是可以在Bixer系统上使用的 但是某个小功能可能会导致崩溃 他们也会尽快发布新版本修复bug 让软件更好的支持Bixer 我最近做的这几个视频都是用的这个软件 另外我在通知上还看到一条 他们也在开发针对苹果M1芯片的ARM版的软件 支持M1的版本的软件可能时间要久一些 现在这个版本不能在M1芯片上运行 通过翻译器也没有用 另外再说一下关于发热的问题 升级到Bixer之后的前几天 我感觉比卡特琳娜上一个版本要容易热 风扇的转速也很容易起来 但这两天感觉温度控制的不错 加上修复了鼠标回报率导致卡顿的问题 现在日常工作的温度和噪音都变好了 虽然不如上一个版本 但是也差不多 可以接受 平时写写文章听听歌 外接显示器温度在51度左右 风扇转速是1300转 编辑视频在时间轴上长时间预览 温度会达到70度 风扇转速也会转起来 现在带录屏 温度是40多度 风扇转速是1300转左右 比听歌写字占用还要低一些 随着MacOS系统和软件开发商不断修复 操作系统的流畅度和温度会越来越好 我暂时应该不会回到老版本的系统了 因为我喜欢新系统 新界面 新图标 这台七年前的老电脑还能用到这么新的系统 速度和发热还能控制的这么好 用上一年 等M1芯片的MVP软件生态完善了 到时候直接换上ARM芯片 开启另一个新时代 到那个时候 现在这台MVP可算是寿终正寝了 关于老电脑用新系统的升级感受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OXR 我们下次见 刚才能做得的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